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8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了,我們今晚會繼續我們的講題就是 亞米宇宙之星和亞米愛的文榮 這兩本書是我們上個星期跟大家討論過的《亞米星星的小孩》 《亞米星星的小孩》這系列的書 可以說暢銷全球差不多250萬冊,有12個不同的語言 我們很高興今晚我們有兩位嘉賓,Joanne Leung Joanne是畢業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的 其後在英國利物浦大學獲得一個偵測心理學的碩士學位 他現在是進修感林創新理學博士新 Kusson相信大家都認識 Kusson幾次在我們的電台 都和大家分享很多關於外星的資訊 Kusson一直是最深研究超自然的現象 還有就是李永康 李永康在這方面雖然不是一個特別的專家 但對很多事物都有他的很獨特的看法 好,這兩本書和上一本書其實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是否講述比德羅他的接觸阿米外星人的持續經驗呢? 始終是一個旅程 那或者讓我簡介一下 其實整本書的旅程就是 一個叫比德羅的男生 被一個叫阿米的一個類似小蚊仔的外星人 帶了上去宇宙 帶去見識一些不同的東西 整個過程其實是一個叫上課形式教育 除了這個比德羅的男主角之外 在比德羅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女生 在第二本書 第一本書已經遇到 但第二本書是更多篇篇 她說的 那個女的外星人是文卡 阿米是故意把比德羅和文卡造成一個相遇的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效果呢? 就是因為在文卡的本身的星球呢 亦都好像跟地球一樣呢 我們是經歷著一個進化的一個 美期的一個階段 需要一些地球人 或者一些人 有一些外星接觸 而帶出了一些信息 給一些在他們自己的星球的人 是知道 還有一個意識上 還有更加多的資訊 去令到他們的內心進化 那這本書呢 好像聚述呢 它是再在漫游的太空 是不同的星球的經歷來的 那我們剛才都 即是一般人都經常都會想一下 即是我們說的是 我們那個太空的漫游 是說的是 數以萬億年的光束的飛行 那有時候會想一下 如果我們的人 就算你是一般的壽命當 一百歲也好 一百年的光束的時間 其實都不是很長的 所以其實太空的旅程的飛行 其實是用另一種的形式 是啊 阿米那裡其實是有一個責任 已經是一個宇宙的聯盟裡面 他們有一個計劃 是一個教育的計劃 那阿米坐的那輛太空船 就不是已經可能我們之前聽到的那些 可能以光速 或者超光速去飛行 他們已經過渡了這個速度的這件事 他們的可以說 飛行的形式已經是叫做到位 就是把那個空間折疊了 教過一些頻率 譬如我們現在身處在地球 他只需要可能領一下 把周圍的空間 變成他想去的地方 就算那個地方是隔幾千萬年的光年的距離 他們是馬上到位 所以他們很多不同的過程 去了不同的星球 甚至去了其他銀河系 他們是一個非常短的時間 很多時候只是 可能進了一個升降機 可能幾分鐘就已經到了 所以已經沒有了那種 我們要去很久才是一個旅程 這些麻煩的事情 它是時空的收縮和彎曲 像張紙一樣 你想從一個角落 飛到另一個角落 最快的速度 方法就是把那張紙掉 兩邊就立即接觸到 這個時候在太空的飛行 只要移位就可以了 而不是直線飛 有段時間都飛不到 是的 我們的宇宙這麼大 如果還需要用飛行 多快都好 始終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 才去到某些星系 可能去到我們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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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解決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叫做 道位或者移位的方法 就是一聲你就已經是去了 瞬間轉移 是的 似龍珠裡面說的瞬間轉移 那書中呢 他再接觸到文卡 這位另外星球的 女孩子 那書中的提及 原來文卡和彼得羅 都是在其他的星球 轉移到地球 那書中的提及 他說原來地球上 其實很多外星已經委派 或者加插落地球的 不同的人物 是幫助我們的地球 去進度 或者演變 是的 他亦都說 很多時候 信息給地球人 但是有些人 有些信息被歪曲了 有些人可能收到之後 因為本身的信仰 而歪曲了原意 在這種情況之下 都會出現 也沒有辦法 完全可以控制得到的 就像之前所說 Billy Meyer 的信息 現在都是 上網可以找到的 其實都被扭曲了 這本書 幸好 有中文版 還要完整出了一本書 我想 原本的作者想給的信息 扭曲度 應該是 至少不會有 Billy Meyer 的個案 那麼大 而裡面很多的信息 其實是很吻合 其他外星人 接觸個案的信息 我覺得 真實性 其實都應該是 非常之可靠的 Custin 你是不是想補充 第一集 有少少東西 講意識 思想 其實我那句是 很喜歡 我覺得一定要講回 講回第一本書 所提及的 我上星期 沒有機會講到 是的 我們常常都 在外星的信息裡面 他們這麼多做的事情 或者 有什麼目的 就是提升我們的意識 但是我們一講到意識 就好像一個很飄渺的東西 是很解釋不到的 但是這本書 有一個很好的答案 我覺得是 很簡單 就已經講了 就是說 意識就是一種覺悟 而覺悟是超越了思想 這一句我是很喜歡的 是的 因為很多東西是 那個覺悟 或者很深刻的東西 是不可以用思考言語 很簡單地講得出來的 但是他又有一個很簡短的詞 詞語就已經代表了 而我更加喜歡他後面有提到 幾行之後 他就說 你有意識 但是沒有愛的話 就不會懂得享受 又或者不會享受到你的生活 所以阿米經常都說愛 就是人類最重要的能力 你有意識 有覺悟 沒有愛 你都是 未進化成功的一個人 可以說 是的 還有這幾本書 其實在我接觸的一些人 或者甚至一些不相信外星人的人 都好 他們就算相信 或者不相信 有很多人 都始終覺得外星人很多 是有目的 可能動機是不好的 的確可能是有不好的 但是我都很深信有一堆好的 但是這本書裡面 整幾本書的內容 就是一些外星人他們的思考模式 或者他們想表達的一些信息 我想看了的人都會覺得 應該外星人 進化了的外星人 應該是 進化了的外星人 他有提過一些低等的星球 應該是以外是先行的 所以動機是可以很善良 也可以很單純的 我看到 其實第二集 我感覺到 比較多是講Ego 就是一個自我意識的東西 以及 Soul May 靈魂伴侶的東西 我先講講自我意識 其實 在第一集 也有提過 愛心的阻礙是什麼呢 就是人的自我意識 你記不記得他有說過什麼 第一集 講自我意識的時候 其實 我真的忘記了 幫助你們 講自我意識 就是對自己產生的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 也就是自我認定錯誤 如果我們的自我意識膨脹過頭 就會跟社會脫節 越來越冷漠 越來越覺得自己比誰都更重要 也都會令我們以為自己有權去滅視 傷害 控制 利用別人 甚至有權去支配別人的生活 所以 自我意識是獲得大愛的阻礙 也不是說 他令我們感受不到同情 溫柔 親切 好感 愛心 這些情感 慢慢令我們變得麻木不人 嗯 你提醒了我 阿米 我忘記在哪裏 嗯 他又跟阿比德羅說 我們進化的最大的阻礙 是 就是最後那一關 就是EGO 是啊 自我膨脹 是啊 這個EGO 不時在暗地裏 躲起來的地方 就是 在你不為意的時候 就突然突擊你 變色龍 是啊 那麼 阿米有說過 這個和進化水準有關 進化程度越高的人 就會越無私 進化程度越低的人 自我意識就會越強 那麼你自己進化程度有多高 你的度數有多高 你自己看看你的EGO有多強 嗯 其實呢 在這個宇宙之心裏面 他有幾多篇幅都是講EGO的 那麼阿米可能有時候講一些東西 療慶了阿比德羅 那麼跟著阿比德羅就會很生氣 譬如說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 覺得阿米呢 經常只會拿個愛字放在口邊 即是在那裏裝作 在那裏 在那裏 自己又做不到 等等 在那裏罵他 其實呢 在心理學的角度 其實有些投射的情況出現 如果你EGO被攻擊的話 其實很自然人的反應 根據佛諾伊德所說 就是你會投射在別人身上 那這個呢 阿米也很有心機去培訓阿比德羅 之後 不斷都會教他 究竟 其實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呢 那就是 原來如果我們身上有些缺點 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有些 比較重大的缺點 好像一些樹根這樣 埋在地上 自己要看到自己的缺點 是不容易的 看別人那些就很容易 如果我們毫無心理準備下 突然間被別人指出這些缺點 就會失去一些支柱 會覺得很痛苦 接著呢 有一個反擊的狀態 就很自然會出現 嗯 很多時候照鏡 其實在我們指著別人不對 或者不好的地方 其實另一方面 其實在說別人的東西 就是我們自己擁有的東西 嗯 他又說到 其實自我會令我們心中 沒有愛心 是人性最醜陋的一面 那麼 而他有一個支撐 是有一個比較穩固的根源 所以呢 如果你要 就是真的Evolve 要盡快的話 就是你可能要認識一下自己 究竟呢 有些什麼會了得生氣你 人家呢 不知道 無力的說了一句說話 你會很生氣的話 其實你的hook up 就是你 嗯 你最根本 或者是潛在那個Ego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崩口人記 崩口碗 嗯 很多時候我們如果有些 留意到自己 被人說了什麼 或者做了什麼 突然有很大的情緒 很大反應的時候 很大反應的時候 第一件事做什麼呢 就不要罵人家先 就是如果自我覺察就 弄爛了裡面 到底我自己 有些什麼的缺陷在那裡 這些很多事情就是 人家感動我們的按鈕 是啊 那你首先呢 就不要罵人先 你看回自己 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或者為什麼這麼不開心呢 其實那個呢 我的experience是 那個是你的savior 就是救贖你的一個部分 就是人家給你看到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會被你自己撕掉Ego的另外一個部分 嗯 Ego有它的存在作用 可以平時保護著你的 但是呢 阿米有講過一個例子 就是比喻 他自我在生活上 有一個保護作用 好像救生圈一樣 但是如果我們想提高自己的水準 就不可以一天攬著救生圈 就是水泡 如果你要學會游水 這個救生圈就是Ego 始終都要掉 你也要自己學會游水 嗯 這個自我 我想在不同的一些心理書 或者靈性書 都 這個 topic 都提過不少 是啊 都很緊要 那個自我 是我們一間 最阻礙我們 意識進化的其中一環 嗯 是啊 我想阿米都用了一個很大的篇幅去講過 那 那 非常之深刻 是啊 除了投射之外 還有賴人 都是一個Ego 逃出來的一個表現 有時候你責怪別人 批評別人 judge別人 都其實是一個Ego 出現著 提醒你 你的Ego出來 你看看你自己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想進化的話 或者自我覺察多些的話 嗯 我們很多時候 即時的反應 就是 已經是快過我們的思考 嗯 因為習慣了 習慣了 習慣了 對 有些人說什麼呢 我們可能就是用賴 或者是說別人的情況去 去撕掉別人的指責我們的地方 嗯 其實阿米在第二集宇宙之心的近尾的部分 都有說過 在提升自我的路上 要戰勝最後一個敵人 就是所有敵人之中最狡猾的了 要對付這個人很困難的 因為他好像一條變色龍一樣 其實就是Ego 最後這個缺點 驕傲自負或者自我膨脹 其實是 隨時埋伏在這個路上 預備攻擊我們 發現這個敵人是很費力的 即是很浪費力的 但是有個辦法的 嗯 那就是 有時呢 我也有observation 有些觀察就是 有時在一個靈性的路上 有些比較進化一些的人 或者是行先些些的人 都有這個毛病 阿米現在說這個 就是 每當你發現自己看不起一些人的時候 覺得他們進化程度不高 層次不夠的時候 那個 潮不起的心態 其實就是你的敵人 是一個精神上的自我膨脹 和驕傲的心態作水 但是有愛心的人 其實是不會 看不起任何的人 他們會願意為所有人的效力 嗯 即是有一個Ego在那裡靈性競爭 是啊 但是應該如果走的話 應該每一個大師都是一些 非常之 humble 非常之 就是 覺得每個人一樣的 是的 我沒有理由 我三年級 就看不起一年級 而已 我自己都經歷過一年級 是 因為他有這樣的心態 嗯 他都有說過 其中一個外星人 都是文卡那個星球來的 那麼 阿彼得羅呢 又在 第三集的時候 跳了跳一下 第三集的時候 說了一句 即是或者 心裏面 有個 又是看不起 又或者是覺得他不夠班 即那個 另外那個外星人不夠班的感覺 在那裡 跟著呢 阿米說了一句 我們沒有人知道 人家進化的時間表 所以呢 你只要respect人 即背後的message 嗯 不要太多的批判 judgment 嗯 講個很簡單的例子 在無限大 的裏面呢 一同一百的分別很小 嗯 你可不可以 即聰明過別人 一百倍一 你聰明過別人 一百倍一同一百 是很小的 即是0.001 同0.001 那個是 根本的分別不太大 是的 是的 那還有這個 第二本 我一個很深刻的一部分 比如說 七八度的人 就會被拯救 那有一天 在阿米 就帶了阿皮特羅 上去太空船的時候 就給了兩頂 即是兩個video 去看的 那一個video 就是 在一個過渡島 進化的星球 和過渡不到 那我先過渡不到 就是 一些不同的太空船 就會去探索一些不同的人 他的愛心的程度 是不是七八以上 如果是 就帶他上去太空船 然後救了人 就將那些人移去一些安全的地方 但是有一批 就是 去了山頂 那裡 躲起來了 其中一幕就是 阿文卡就問阿米 為什麼在一個video裡面 那些外星人 不夠一些在山頂裡 那些當時的人 阿米就說到 那些人 在很早之前 已經知道 他們是 就是 那個星球 是非常之差的 但是他們選擇 去 去逃避 去躲起來 保持自己的安全 那這是一種自私的行為 那這些人 是不值得被救的 那這一幕令我覺得 是很深刻的 另外那個video 就是 那一幕 就是另外 有一個很感動 流眼淚的感覺 就是那一幕 就是 在那個星球 進化了 就是 那個地方 已經沒有再有政府 成為一個 有一個統一的政府 沒有分開了一些國家 每個人都是很和平 他們願意丟下了一個武器 將一些武器 變成一些 有用的東西 或者去發展一些農業 一些總之造福了大家的東西 那裡面那些蝙蝠 是令我 真的非常之感動 他 書中裡面 其實呢 都說的一件事 是可能都 大家都可能都想知道 就是 我們的地震這方面的問題 那最近的 海嘯 地震 都不斷造成很多的災害 那由書中提及 原來是外星的科技 原來不斷在地球的地震的地帶 是幫我們緩衝一下它 我看回去 他說 如果是地震防止的計劃 那飛船可以走進我們的地底裡 幫我們打散地震的力量 或者控制到它 等一些小地震出現 從而被大地震 發生在一些可能不適當的時刻 他說 如果能夠把不可避免的地震 在假日那邊發生 可以保護城中的中心 不會聚集太多人 其實很多這些 我們都真的想不到 我最近在網上都看到的資料 說整個地震 地點 是差不多一條直線 很有趣 是解釋不到的 它是一條直線 一個一個發生在那裡 就好像有些說法 其實很可能是有人為的因素 可能我們的科技 已經有辦法控制 我們大氣的現象 以及地球的地震 那還有一方面 你說Soulmate Soulmate在哪本書說 第3本書 第2本書已經開始 第1本尾已經開始 第1本尾已經開始 比德羅有一個Vision 好像有一點夢境 又不是夢境 有一點 有一點 突然脫離了慈空 見到一個女生 日本姑娘 我要說一說的 就是 在阿米其中一句裡面 兩個字的中間 對 兩個字中間發生 這個整個Vision 那個Hesitation 說不說出來 我又想讀者 自己看 那個經歷是怎樣的 都是的 其實那個經歷 自己看應該是深刻的 對 對 一說就 總之第一集的尾 已經開始說 有一個自己牽引著的人出現 然後在第2集的時候 就出現了阿文卡 他有幾多的蝙蝠 都是說Soulmate relationship 即是靈魂伴侶 其實這個挺重要的 今時今日 你看看 現在婚姻的破裂 那個比例非常多 差不多一半以上 所以 他這方面有什麼啟示 對那個承相承對的愛女 他有一點形容 有的 他有感覺 你想知道那個人 是不是你那個靈魂伴侶 你可以感受一下 比拉羅和文卡說 在我不認識你的時候 我覺得 我過得很孤獨 他好像十歲 認識你之後 我的心靈很充實 今後 即使你不在我身邊 我心中都永遠有你 我的關係會長長久久 我無法表達這個感情 對我有多重要 但是你在我心裏 是永遠的 永遠都在我心裏 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會出來 覺得 這個人 就是了 還有分不開的 那個感覺 我覺得我們講的感覺 沒有真正 真的體驗到 十分的一 這麼多 是啊 有時候之前 有些朋友都問 那蘇薇又怎樣 或者有另外一些詞語 叫做tween frame 那 是怎樣的呢 我真的不懂得形容 是要你可能到 當時 見到那個人 你才感受到 原來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感覺 那大家可能都記得 最近有出戲 叫做什麼 修錯愛情風的出戲 有沒有看過 沒有 那個人 那個出戲 或者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先 跟大家分享出戲 好像已經沒有做了 可能已經做完了 OK 大家先休息 幾分鐘之後 我們會回來繼續今晚的訪題 就是繼續討論一下 阿米星星的小孩的續集 阿米宇宙之心 和阿米愛的文明 好了 我們剛才說到 就是說Soulmate 那我怎麼知道呢 我們經常都是一見鍾情 很多人都會說 但結果大部分婚姻 起碼一半 40%都是玩完的 所以我覺得Soulmate 這個概念 這個技巧 技術 很有用 最近有出荷里活的片 叫做修錯愛情風 如果大家有看出去 他一開場的時候 就是講一個小女孩 在一個遊樂場那裏 有一個男生 就去見到她之後 就好像大猛這個小女孩 他當然很傷心 大哭 他媽媽於是 就去安慰她 他說 你知不知道這個男生 這樣來罵你 其實他是很喜歡你的 因為他很喜歡你 他又不好意思這樣說 他用這種方法表達 這個小女孩子 自此之後 就經常收錯風 這就是這樣開始 很好看的 好 好了 Soulmate 你怎麼知道 真的有什麼辦法 知道遇到自己 真的遇到一個Soulmate 那個感覺是比較重要的 是的 他有說過 你見到一個人 你會感應到的 提到你剛才說離婚 阿米也有說過 在一個段落 阿米就帶文卡 和帶彼多羅去見 阿米的爸爸媽媽 阿米有提到 在進化水平低的星球上面 男女自己忠誠眷屬的事情 是不想見的 因為經常發生離婚外遇 多次再婚這些情況 他們甚至不知道 兩火互補的心 相遇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阿文卡和彼多羅 才會問這個問題 即是他們之前問了一個問題 其實阿米之後會說到 其實兩火互補的心 即是Soulmate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不會再和其他人談情說愛 很有趣 阿米的爸爸 其實去了另一個星球 進化了去另一個星球 阿米的媽媽 就留在本來的星球上 媽媽就會說 你知道我一心想回到你身邊 即是爸爸身邊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達到 你那個星球的人的水準 所以不斷自己去修煉 想去再見回阿米的爸爸 即是很浪漫 整件事 你說的我想說那段 是 挺慘的 他帶了一些資訊 就是說原來在外星人 A這個星球的外星人 如果他們的靈性進化 他們可以放棄了他們本身的肉體 去投載了B星球的外星人 但是繼續是帶有了他本身有的記憶 他們說 即是在進化了的生命 他們不會是 忘記了自己的 去了另一個星球 那裏面有一個情景就是 阿彼得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為什麼阿米的媽媽 是A星球人的樣子 而他的父親就是B星球 他說你們難道是兩個星球的混種 那怎麼可能 但阿米就是說 他們在外星有這樣的運作系統 你剛才說到 其實他們也有提過 其實真正的愛情 就跟我們平時地球人所想的不同 我們地球人所想的 阿米說是要醫戀 真正的愛情不是醫戀 不是束縛別人的 不是作簡自綁的 阿米很搞笑的 真正的傷害的兩個人 就不需要像連體鷹那樣 整天招一堆 他說你也不想受到這樣的懲罰 整天連體鷹那樣 是啊 裏面也有說 對這些都不可以有過度的沉溺 對於這些依賴 依賴了另一個個體 例如我們對一些外人 無論是靈魂伴侶 媽媽和兒子 或者親戚 甚至是朋友 或者寵物都好 我們對這種過度醫戀沉溺其中 結果靈魂被受到奴役 心靈失去了自由 一旦我們的靈魂失去了這種自由 我們就得不到真正的幸福 是啊 你在看的是第三 我也是 我剛剛找到第三 他也說過在關係方面 當你 為什麼你會覺得 你離開了你喜歡的人會不開心呢 因為在你離開另一半的時候 就把心關閉了 忽略了生命的美妙和神奇 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機會 那 好像有人跟自己說 他不在我身邊 我就會不開心 那 不開心 又選擇悲傷 不 即不選擇開心 選擇悲傷 那是一件很蠢的事來的 那 而 他很強調是 其實你有一件 是的 你一件你是過不開心 還是你選擇 他雖然不在我身邊 但我依然都是這麼愛他 而選擇開心 是的 他有說 愛人不在 悲傷 不請自來 是你們自己 即是你自己所選擇的 而其他人 就選擇什麼呢 或者高度進化一點的人 會選擇什麼呢 無論一個人 或者兩個人 都永遠保持愉快的心情 這些才是聰明人的 那麼 不依賴任何人 和試得到幸福 就不會對任何東西過度沉溺 就好像你剛才所提到 就是對任何人都不會沉溺 嗯 這個on detachment I'm sorry non attachment non attachment 是的 無論身邊的人也好 那還有 他裡面有說到 drugs 是啊 其實很多人 在這個世代 特別一些 不同的年輕一代也好 可能他們在現實的生活 得不到一些滿足 心靈有一些空虛的問題 引申到他對一些毒品 極度attached 是 或者Joanne 可不可以說一說 這一部分 他有說過 有一個 暴君 這個暴君 是不是只是叫暴君 還是叫宇宙暴君 我都不記得了 因為黑暴暴君 總之 心裡有一個暴君 他怎樣去控制人 其中一件事 就是用毒品 毒品 如果吸毒的人口增加 世界的未來 可能被人類的敵人操縱 的傀儡所掌握 因為一個人一旦吸食毒品 上癮 他會怎樣呢 智力又遲鈍一些 情感冷卻 這個很重要 你desensitize 了自己 內心的陰暗世界 就開門了 於是這個暴君 就可以隨心所欲操縱他們 吸毒的人 可能會帶出種種可怕的事情出來 嗯 我記得裏面說過暴君之外 有一個光明面 一個戰士 但我 看到裏面所說的 其實就是 那種 意識的形態去表達出來 那種暴君 沒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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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內心的黑暗面 是啊 他用那個很 心啊 是啊 世界暴君 抱歉 用一個非常之 童話式的一種 模式去表達出來 是啊 有隻角的 他在童話那裡 有隻角像是紅色圖的 嗯 那還有他 其實第二第三輯 第二第三輯都說了很多 就是 關於外星的事情 就是 原來我們經常覺得這些外星人 就在第二個星球啊 這樣 我們的單純思維 但是在不同的 現在的訊息 已經有如說到 其實很多外星人 是當他們進化了的時候 他們是在第二個空間的 嗯 即是不一定在我們這個 宇宙我們這個 見到的 就算可能在旁邊的星球也好 他在第二個空間的時候 是我們見不到的 那裏面 一些第二第三輯的蝙蝠 都有說到的 那就算說到一些 一些再鮮進一點 在一個靈性 再進化一點的外星人 甚至他們不是住在我們這些 可能地球啊 這些火星 那些什麼 行星 是正在住在行星裏面 行星 即是太陽 哦 是啊 是啊 很高度進化 是啊 那些太空人 他們的身體已經是 好像一堆火一樣 那有些片段 拍了他們的眼睛 很有智慧 那裏面說了 原來再進化一點 其實在太陽 我們認為裡面幾百萬度 幾千萬度都好 原來裡面是可以處於一些 那些身體 一種能量狀態的一些外星人 嗯 所以在裡面的書裡面說了很多 原來 很多外星的生命啊 或者的東西 是超乎了我們 原本我們 這樣的思維 我們應該是更加看闊一點 就是比一個更加大的可能性 的宇宙 因為其實這個宇宙是 什麼東西都有 是我們一些想不到的東西都有 一些外星人是 不一定是好像人那樣的款 人的款也有很多 有很多可能是 可能像鸚鵡啊 像鳥啊 像動物啊 但只不過是 很大隻的動物 大概是一個 在他們的星際上 是一些很智慧的生命 是不是叫這些 叫宇宙同胞 是嗎 是的 宇宙同胞 我很喜歡這個名字 那次我看到 宇宙同胞 那個部分的時候 我是剪頭髮的 我是哭 哭的哭出來 是很感動的 那個感覺 是很oneness的狀態 是啊 還有一個選美會 是啊 全部不同的外星的生命 在這裡 起碼超過幾十種 每人在那裡 每人輪流上台 他們上台之後 就表演一個姿勢 可能每個人都是用不同的姿勢 但很多人都是站在那裡的 比德羅就不太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他就問阿米 他們在做什麼 阿米就說回說 因為在你的靈性 或者你的愛心水平未夠的時候 你感受不到 原來在他們的選美會 就不是去表面 表現他們的肉體的美 是 他們是那一下 每一個外星人 是散發他內在裡面的 愛心 那種的波段出去 給在場的人去感受 是 但是比德羅這些 還未可以掌握到這種感覺的時候 他就完全不明白 阿比德羅還會問一些很人類的問題 這個是男性女的 那阿米又說沒有 沒有這件事的 是啊 原來在很多星系地方 有一些外星人 未必是我們這樣 有男有女 是需要交配才能生到外星人 譬如其實裡面 蝙蝠裡面有說 有一種外星人 是沒有男女 就是單性的 而他們怎樣生另一個外星人出來呢 就是他們是 是卵生的 有一種蛋出來的 是 裡面這些種種不同的外星人 那些蝙蝠 那些是 令到覺得 很好看的 非常之吸引的 是啊 其實阿比德羅曾經有一刻 都比較敏感一些 比較敏感一些 他有一個位置 看到阿米 是 好像一個發光人 那樣 他後來問回阿米 為什麼你剛才會發光的呢 那阿米就說 其實呢 因為你那一刻 看到真正的阿米 就是 很多靈性的書都說 看東西超越 超越 表上 看到阿米 內心真正的光 其實 他這個教授 我覺得很近 有其他的教授 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心裏面有光的 那你的身體 那些狀態 如果你可以 脫離它 就是你撕走 那個概念 人是由身體 或者是分開的 這樣 只看到別人的 心裏面的光 那個true self 其實你會知道 別人的內心 是怎樣的 即是美好的 或者是有愛的 那個部分 其實第一集 也有講過少少少 他說 他說怎樣才是真正的自由 就是 嘗試貼近自己的本質 做回真正的自己 那可以 無虛無虛的一個日子 這個才是真正的自由 即是最近自己true self 最近自己真正的部分 就是內心的光 其實他一直講的是愛心 那你才可以感受到 真正的自由 我也記得他有一部分 講過 好像其他很多書 都是類同一樣 就是 我們的靈魂 來這裡做什麼 就是我們重新 記得自己是誰 嗯嗯嗯 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很吻合 是啊 是啊 其實他講這個部分的時候 之後帶到偏愛 即是說有些人不平衡 即是不平衡 比多羅說 有 即是愛自己和愛別人 如果不平衡的話 會怎樣呢 其實在第二集宇宙之心的面上 已經講了 愛其實有兩種方式 愛自己和愛人 好像呼吸有兩個動作 就是吸氣和呼氣 如果多數的愛都給了自己 很少給別人的話 就好像吸氣多於呼氣 類得氣喘虛虛 那就辛苦了 第二本Code這一句 我是覺得很喜歡的 嗯 我是未看已經看了 他講得非常之好 是啊 所以他覺得很要注重 就是平衡的平衡 你Serve別人 和Serve自己 一樣是這麼重要的 嗯 那再講講 第三本 嗯 那他的表面 那句其實都很有意思 我覺得 或者李永康你之前 我之前也講過的 我覺得他那個英文名 是有含意的 這個應該不是英文 是不是西班牙文 這個是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嗯 其實我也不懂西班牙文 不過我懂拉丁文 因為其實西班牙文 歐洲系的語系 都是由拉丁文出來的 是 Ami Ami Ami就是愛 Love 嗯 之後就是Internal Civilization 嗯 我們知道文化 文明 文明 文明是由愛在而來的 是的 我們知道最原始 我們會有文明 本來我們都是星星做出來的 嗯 我很喜歡講一個故事 因為有兩隻星星 看到椰子也好 花菜也好 放了幾個都放不到 想吃裡面的東西 肚餓 我隨便會收拾石頭 或骨頭 放一放下去就可以了 那個石頭也好 那個骨頭也好 也是工具來的 嗯 就是由工具 開始 我們就向外延伸 因為由工具 就會創造出 方法 由方法 變成思考 思考 就變成文明 嗯 由向外延伸 但是他現在提出一個字很可愛 叫Internal Civilization 是跟我們所認識的文明文化 是完全相反的 嗯 一直都在說愛 嗯 是啊 我們暫時可以知道 每一個文明是由愛 是 愛而來的 愛是很後很後 很後 很後之後才會發展出來的 其實是 有一個故事就是 我們是屬於暴雨類動物 暴雨類動物 暴雨類動物就是 我們會很注重 我們的下一代 就是我們的下一代 小朋友 其實其中在澳洲 有一種蝙蝠 你知道蝙蝠是吸血維生的 嗯 如果那隻蝙蝠吸 譬如吸一百個丹米的血 其實他不需要用一百個丹米的血 但是 如果我們在蝙蝠在採血的過程之中 他其實可以輸出五十個丹氣 自己用回五十個丹米的血便足夠 嗯 將五十個丹米的血給另外一個蝙蝠 嗯 是的 這樣他又可以繼續 就是 令到蝙蝠這種生物 是繼續 帶著繁蝙蝠 是的 還有生存的圈是大很多的 嗯 所以我們暴雨類動物的靈石是不同的 我們有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自我 嗯 如果看小朋友 你要發覺 他在入學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和其他動物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知道鏡子裡的那個是我們的反應 嗯 但是其他動物是不知道的 嗯 是暴雨類動物 他以為那個鏡子裡的那個反應 是另一隻 譬如狗看得到 也是另一隻狗 嗯 因為我們有自我 有自我意識 第二樣就是 跟我們這個內在物 即 他現在突然之間 即這本書最另一個經驗 就是 說文明是 我們從另一個方向去找一個文明出來 嗯 其實他這裡有說到 一句我比較 最深刻的一句 阿米就說 愛心是 宇宙之中最高的邏輯 可能我們平時在想 文明是愛在野 嗯 其實 愛心才是最高的邏輯 可能我們平時在用的理性 理智那方面 可能是 對他們來說比較低層次 所以就明白 他為什麼這樣做 那 但是如果你由愛心去出發的話 那可能你開始慢慢會明白 他當中的一些教導 又或者教導 他裡面都提過 那我們要改變自己 或者進化自己 嗯 首先那個第一步就是 即我們由內在改變了先 然後引申到你改變你外在的 所謂的生活或者行為 嗯 剛才你講到 我們為什麼那個人呢 有什麼呢 其實他裡面編幅講到就是 原來我們人呢 是 那些原人和那些外星人 混種而成的 那所以在我們的基因裡面呢 我們有 有 有很大部分有動物 有很多人 那我們現在進化的那個階段呢 就是我們的意識 怎樣去我們選擇 我們是行愛很人性的那一面 還是被一些獸性去遮蓋了 就是我們行一些純粹 弱肉強食呀 自我生存的那一步來的 嗯 他也有提到呢 進化發達的人呢 比較看重呢 是內心 那不是太注重外表的 那為什麼阿米會帶阿比德羅去看選美呢 其實呢 想幫他呢 清除那個呢 視覺偏見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 我們進化水平呢 未必是這麼高呢 才會太注重呢 外 外在和短暫的東西 嗯 看不到內在的本質 是啊 但是這個也是最重要的 是啊 當去到 去到我們的宇宙文化的時候呢 每個人的身體是有不同的時候呢 那為什麼他去衡量呢 就不是衡量他高一點大一點呀 或者多一隻手 那就是我們去到最基本的 內心發出的信息 是啊 嗯 書中裡面其實都說的 說的 強調呢 就說呢 其實我們在我們人類裡面呢 已經有不同的 他們指派 或者影響的人在這裏 那 在《愛的文明》呢 他那個後面那裏呢 他講出一件事呢 他說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的一種 愛心那種感覺呢 那他就說呢 他就說呢 阿米不用說話的 他只不過金屬棒對準我呢 金屬棒才發出一道金光呢 是接觸到我的胸 那個胸膛 我感到有一種暖流 通過全身 心中充滿平靜的幸福 覺得生命無限美好 十幾年前我有這個經驗 哎呀 怎樣呀 那時候我睡在睡覺的 那突然之間呢 就覺得 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呢 而有一種 一種 一種影像呢 就是說呢 你要 那個影像呢 就是我在我心那裏呢 就有一些光 一桶一桶的那些 好像 chakra那些 那樣的影像 走出去的 那 那個訊息就說呢 你對人呢 就要拿個心去的 就是這樣 噢 噢 噢 這樣 那 然後呢 我覺得呢 一種一種一種極樂的感覺 嗯 那我感覺到 噢 原來就是這樣一回事 那這種感覺呢 那這種感覺呢 都維持到一分多鐘 那我醒來之後呢 我就覺得 咦 發生什麼事呢 我會不會是一種叫做 就是 near death experience 對吧 就是有些人說 會回光反笑 那 那我立刻想想 咦 那個心口那裡有一種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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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心臟病 雖然我家的家族 完全沒有心臟病 那種感覺呢 我就覺得 好像這本書所講 一種極樂的感覺 嗯 這個十幾年前出現的 那支棒呢 其實是阿米的武器 是不是 原來在他們 這麼進步 這麼高文化的人 的外星人裏面 他們的武器呢 就是這支金屬棒 令到射到一些 比較低文明之下 就是放大了 它裡面最美好 最光的 那一點 令它放大了 其實就是靠上呢 我相信 很多人呢 都有這種這樣的經驗 因為我跟著之後呢 我都開始留意一下 就是有些人溝通 那我跟我爹地聊起來呢 原來我爸爸呢 在年輕的時候呢 都曾經有這個感覺 嗯 那就是我 我當然我爸爸 是一個很 對我來說 很特別的人 那我覺得可能 地球上呢 已經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很可能呢 我的星人 都已經指派你了 就是你要做些事情 那你就有一種 很突然的 很獨特的經驗 是導致你 是去做這件事 那剛才呢 上個星期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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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奧菲爾的美麗的星球 奧菲爾的人呢 不知道金錢是什麽 人人各取所需 盡己所能 貢獻社會 奧菲爾星球的是 沒有國家之分的 全球的居民呢 都是兄弟 因此沒有軍隊和警察 也沒有宗教信仰之別 他們深信呢 神就是愛心 愛心就是一切 但是這個片段呢 是解釋呢 就是人類的自私自利的行為呢 其實呢 這是一種一種行為 不是一種人性 不是一種基因造致的 嗯 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制度呢 是給我們整個感覺 一種不足的感覺呢 是令到我們呢 是處處呢 就是大家來到 互相搶奪 還有一個主要因素呢 就是我們的金錢 這個基礎 就是我們這個社會呢 是以金錢呢 作為我們經濟的活動的基礎呢 那這個是導致呢 我們出現這個問題的 那它 Siegeist Addendum呢 我們今天可能沒什麼時間 跟大家長談啦 但網上很容易看到的 你這樣打 Z-E-I-T-G-E-I-S-T Siegeist Siegeist Movement呢 它會給一個 好好好的答案呢 就解釋到呢 其實呢 這本書所講的現象呢 我們人類呢 其實絕對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了 時間關係呢 我們跟大家呢 就要再說一聲拜拜了 那 多謝了 我記得Joanne呢 以及Carson呢 今晚的幫助我們呢 今晚的幫助我們呢 下個星期呢 就會再在網上 跟大家繼續討論的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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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